风潮快递贵因为超时收取保管费的情况 相信不少网购的买家都遇到过 上海一名大学生就以未及时告知消费者有关事项为由 将风潮告上了法庭并获一审胜诉 那么最近深圳市邮政管理局也就此案进一步的来回应说 以约谈风潮要求企业根据消费者的相关投诉建议 即时告知消费者保管服务相关收费规则 提升快递贵取见服务水平 那风潮方面呢目前已于4月29号 在微信公众号及取见短信界面上线运行以后呢 新的通知的模块已经明确的告知了免费保管期限及收费标准 那么状告风潮的这名大学生是上海大学法学院再读研究生爱证 那么他提出啊 风潮没有在收费前告知相关的收费标准 快递柜保管规则呢存在着不合理 2022年8月30号 爱证网购商品到货 但快递员未经他同意 便将快递放到了小区风潮快递柜 随后爱证收到风潮取见短信 但内容仅为取见码取见地点等 并未说明超时会收费 当天爱证未取见 4日零点多 风潮再次发送短信 称包裹即将超过18小时免费保管期 将收取相应费用 爱证称 当时他已经入睡 早晨看到信息时 已经超过免费保管期 最终 他未取出快递 支付了一元保管费 在爱证看来 不明不白 支付风潮保管费 可能并非个例 为此 他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 在481个样本中 32.54%的受访者表示 取见短信未提示免费保管期 40.22%的受访者表示 不知道免费保管时间 具体是多久 更有3.62%的受访者认为 可以免费存放48小时 对于收费标准 38.77%的受访者表示不了解 去年9月 该案在深圳市前海合作区 人民法院立案 爱证要求 风潮返还一元保管费 并在提供快递保管服务时 及时明确告知收费标准 今年2月20日 该案一审判决 法院支持 风潮返还议员保管费 认为被告为履行 及时告知消费者 有关事项的义务 有为诚实守信原则 一审判决后 风潮一方提起上诉 目前该案进入二审流程 今年3月 爱证还以风潮有为 智能快捐箱寄送服务管理办法 向邮政管理部门进行投诉 好 相关话题 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 邀请到的是律师岳雪菲 以及评论员沈冰 那么目前请教一下 岳律师 目前此案一审判决的 当然他还在上诉 那么目前的风潮 根据一审判决 他要返还保管费 那么这个判罚的 具体的依据是什么 另外这一桩一块钱的官司 它实际上在法律上 给我们什么样的 一个样本的意义 就是我个人认为说 它判法的这样的一个依据 主要是根据我们民法典 保管合同 因为保管合同是这样的 就是说如果对保管费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然后事后呢 双方呢也没有办法 去达成一个补充协议 就保管费 那么是视为一个无偿保管 所以就不应该是收费 那么我们看片子里 它是说你事先没有告诉过我 你的收费一个标准 那你不应该 我们没有就这个达成一个 双方共同表示一致的 一个保管费 那你应该退给我 我觉得立即去 主要应该是在这里 然后这件一元钱官司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 其实属于 有点类似这种公益诉讼 因为它不是为了一个个人 其实它带动的是 我们很多人 可能我们每个人 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那这件事情是虽然小的 但是我觉得它反映出来 就是说我们年轻的 大学生群体 对于一个自身和社会 利益的一个关注 那也是学以致用的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体现 然后这样的事情 如果多起来 我觉得肯定是对我们法制进步 是有意义的 好 谢谢月理事 接下来请教一下 沈先生 目前此案一审判决 风潮需返还保管费 那么像这样的一种判决 有的人就说 哎呀 返还了一块钱的保管费 有没有必要这个爱政同学 那么的较真呢 好像整个过程又花时间 对吧 可能也花一些精力 是不是不划算 你怎么看这场官司 另外呢 除了消费者的这个较真之外呢 维护消费者的合法的权益啊 我们还要在哪些方面 继续来做一些努力 我想说的是 有法学家说 就是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 就是为所有人的权利而奋斗 我觉得爱同学 不仅是为自己的一块钱而奋斗 而是为所有人的一块钱而奋斗 这次官司其实带来的 不仅是说赔了一块钱 而是说风潮这么大一家公司 庞大的公司 被法律上认定 它是违法了 违反了合同 我觉得这个认定是非常重要 明辨了一个是非对错 哪怕是这么大个官司 看起来是个巨无霸 但是在合同面前 在法律面前 在民法典面前 其实是违反了合同 从这个违法的定性 违规的 违规合同的定性 我觉得是 其实是把这么一家公司 明确了它的行为的违法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一位同学 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 其实为自己权利而较真 就是为大家所有权利而较真 那么所以我相信不仅是风潮 可能背后更多的一些大型企业 在自己制定一些 相应的消费政策 或者说是一些销售政策的时候 一定会以这个为一个教训 不要把自己弄到了违法的边缘 这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 希望更多的消费者 能够勇于拿起法律的武器 那么也是提醒我们的消防部门 等等部门 能够让我们的维权更加有利 对 那么尽管企业在进行上述 上述的结果怎么样不知道 但是消费者保护自己的权益的 这个意识和行动 其实也给相关的部门提了一个醒 那么快递是否入柜 那么怎么收费 这快递服务的最后100米 关系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但遗憾的是其实在这个方面衍生了不少的乱象 比如说在黑猫投诉的平台上 有关快递的投诉量就接近了130万条 其中不少涉及到快递末端的服务 在投诉平台上 有超过15万条投诉涉及快递签收问题 多位消费者反映 自己并未收到快递 但被快递员代为签收 有消费者称 自己的快递被扔至家门口或门卫处 并显示已签收 期间并未接到快递员的电话或短信告知 还有消费者称 自己原本退货的商品被擅自签收 以至于影响了退货进程 除了代为签收外 未经用户同意 擅自将快递放置驿站或智能柜的现象 也比比皆是 上海消费者陆先生反映 他在电商平台下单时 明确要求送货上门 但包裹还是多次在未经通知的情况下 被放置驿站 快递柜或是楼门口 此外 还有快递员未经用户同意 代为勾选保价条款 导致理赔纠纷 江苏常熟的陆女士 给武汉某公司快递了一个激光器 结果货物在快递运送途中 因电动车故障烧毁 陆女士要求快递公司 按市场价15.8万元进行赔偿 快递公司确称 陆女士寄件时选择了保价一元 因此只能按保价金额 最多赔偿350元 此案近期在武汉东湖高新法院开庭审理 法院审理查明 所谓保价条款 为快递员代为勾选 并未事先提醒告知陆女士 一元保价不成立 如果非印度某本人下单 那么我们法院就认为应当按照物品的实际价值进行赔偿 阅历史接下来请教您一下 现在可以看到有一些现象 比如说不少的快递企业 它不主动的把它送上门 或者送上门以后 默认你已经签收了 像我住的小区送到驿站 驿站晚上都会把各个快递 送到我们的门道里头 然后我们去拿 当然门道前装了一个监视 防止这个物品被错拿 当然从我们的体验来讲的话 好像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从规范的角度来讲的话 应该是客户要签收了以后 才算是送到了客户的手中 那么接下来就问了 像刚才讲的那些操作 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如果未经客户的同意代为签收的话 实际的货物的丢失 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因为我们现在是有相关的规定 就是你第一 快递公司业务员 你不能带客户来签收 如果不是客户本人 你不能说我替他来签 就视为已经送到了 再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没有经过客户的同意 你不能带为 就把它直接放在 这个智能存储柜等等 或者是其他的 像驿站这种地方 因为这个我们都是有明确的 快递行业的一个管理规定的 是有明确的一个要求的 那么这其实还有一个 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样规定 其实也是为了避免 很多纠纷的发生 如果说你没有送到我手上 东西丢了算谁的 然后你没有送到我手上 我没有签收 东西坏了算谁的 所以这个其实就会 引发后续大量的一个纠纷的 然后像如果是这样的问题的话 其实就会又涉及到 一个买卖合同 快递运输合同 双方之间 他们又要开始 就是就这个问题来追究责任 来进行索赔了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 就请教一下沈先生 刚才片子当中我们也讲到 几种情形 都是没有经过用户的 这样一个同意 擅自来进行操作 比如说保驾替你勾选 对吧 诸如此类的 那为什么保障消费者 知情权选择权这么难 另外呢 当然从快递小哥这边呢 他有很多的苦水要到 比如说打电话 咨询太影响效率 那么有时候打电话呢 客户呢 长时间也不愿意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平衡双方的这种诉求呢 我觉得其实还不是双方的诉求 可能因为整个一个投地产业链 非常非常长 我们从上游来说 它整个就是一个电商行业 然后中游来说是几家快递的巨头 下游来说可能是快递的驿站 最后一段是快递小哥 再是我们的用户 这可能设计到五六个利益群体 那么当中就设计到 迁移发而动全局 怎么去到合规的这样一个投地 怎么能够做到个投地到户 这样这个是我们现在是 3月1日实施的 快递市场管理办法 有做了明确的规定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 合规合法的前提下 就各方的利益其实需要真的是进行一个再次的调整 再次的平衡 我觉得是现在的一个问题 可能是把这个最后的责任推到了快递小哥 和我们最无辜的消费者身上 这两个方面其实最没有博弈的权利 也最没有话语圈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是从上游来说 电商巨头 这样的电商公司 再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快递公司 这样的巨头 是不是能够责任更加承担的多一点 我觉得把这些责任让他们多承担一点 而不是说最后全部转嫁给快递小哥 跟消费者之间的互相博弈 大家都是相对来说 都是比较弱势的 互相可能会引发直接的矛盾 那么我觉得这可能变成一个战略的转移 我们现在看到去年的话 中国每个人是有90个快递要寄 那么整个是一个万亿级的大市场 这样大市场必须要做一个合理的分摊 那么其实你看事情多 但是又牵扯到的关系极其复杂 其实到最后的终端 用户是直接的体验的感受者 所以要追溯出差错的这样一个关系链条 就像刚才沈先生所说的 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责任主体 而且要有系统的法律法规来加以界定 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 它背后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条 接下来我们要仔细的分析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 其实是分析了现在快递在配送过程当中的一些乱象 那正是为了对于这些乱象要对准下药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新修订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的规定 写得非常细致 你比如说快递企业未经用户同意 不得擅自将快递投递到智能的快捐箱 快递的服务站等等设施 也不得未经用户的同意 代为确认收到快捐等等 那新规从今年的3月1号正式实行以来 已经满了三个月了 执行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不少消费者表示 新规实施后 包裹仍会在没有提前告知的情况下 被放进驿站或快递柜 事实上把包裹放到驿站或快递柜 快递员要支付费用 可能占配送单价的三分之一以上 如果被消费者投诉没有送货上门 快递员还可能面临数百元罚款 但不少快递员宁可少赚钱 宁可冒着被罚的风险 也选择往驿站或快递柜移送了之 有快递员算了笔账 每天要送数百个包裹 如果每单都提前联系 就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将包裹送完 从而面临公司处罢 除了派件量 配送单价的高低是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快递业务量连续十年 稳聚了全球首位 去年更是占到了全球快递总量的六成以上 那么在业务量快速增长的同时 怎么样来保障服务的到位呢 业内也在积极的寻找解决的方法 比如说像顺丰快递 他就在小程序里面设置了 收件偏好这样一个选项 那京东物流的揽收 派件不上门 承诺必赔付的服务 那现在已经覆盖了全国的600多个城市 此外就是京东呢 还面向商家发布了公告 鼓励第三方的商家 自主开通送货上门的服务 还有一些企业呢 则是在投递效率方面下了功夫 比如顺丰吧 他们就通过这个大数据啊 对各个区域的快递量进行一个分析 然后呢来合理的分配员工负责的范围 圆通呢则是在为快递员打造的客户端里面啊 增加了智能派送的功能 那快递员呢可以通过路线智能规划 漏派提醒等等 来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 我们继续跟两位来讨论 先要问沈先生 沈先生你看我们刚才特别注意到 新规当中的有关这个包裹投递 一个关键词就是用户统一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协商一致嘛 可是落地情况来看还是不太理想 不理想是因为堵在哪 其实还是因为前面讲的利益群体比较复杂 整个一个产业链上 整个一个产业链上涉及的利益主题非常复杂 而往往是消费者是最没有话语权的 而事实上可能是被签了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糟糕的一个霸王条款 所以这次案件的这个意义就是 其实是把这么大一个风潮的巨头 其实定在一定程度上定在吃乳桌上 明确这样的行为是违法的 以后不能搞这样的这样的一个霸王条款 明确的是消费者同意才是整个合同投递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前提和法治的一个底线 那么就要求我们不仅是消费者要维权要较真 那么整个产业链上包括我们的消保委 包括我们的行业的主管部门都应该积极的去执法 然后把足够的压力然后向相应的主体施加 让他们明白消费者的意愿非常重要 合规经营非常重要 不能够任意的推出一个仗着自己相对来说 比较强势的一个地位 提出一个相对霸王条款让消费者接受 我觉得这次案件给大家一个提醒 就是消费者不会这么干了 也是明确在法律上对这样的行为叫停 所以沈先生就说你这个责任要划分到具体的某一个主体上 那我也注意到有的网友就说了 可能是不是咱们之前这个罚的不太清楚 那岳律师要问到您 咱们就仔细来看一下 其实在这个新规当中 关于这个惩戒还写得挺明确的 比如说像这个快递企业没有经过用户的同意 你擅自执行配送要求 那么将会根据情节轻众要予以怎么样呢 是责令有改正警告通报批评 甚至数万元的罚款等等的处罚 其实还写得蛮细致的 那您认为这个在实际的过程中有多大的效力 又会不会遇到一些阻力呢 要让我们的执法 刚才两位都说到了 我们要尺度温度并存 您有怎样的建议 我觉得它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涉及到它不是个别快递员 个别快递公司 它是整个行业的一个比较泛滥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有一句话叫法不责重 虽然我们说法不责重不能是说 我就不对你进行处罚了 但是如果我们特别所有的我们全部都发一遍 可能我们整个快递行业就要瘫痪掉了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执法过程 一方面我们是要严格执法 同时我们其实作为主管部门 我们要对快递经营的企业 它的一个经营的方式 还有它经营的理念 我们要对它给予一些规范 然后给予一些帮助 而不是只是一味的一发了之 然后能够帮助他们在比如说像先进的企业 去学习一些管理的方法 然后提高一些效率 然后在这些方面都做得很全的情况下 如果还有一些企业 它仍然是这样子 致消费者的权益于不顾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罚下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不会觉得说过于冷酷无情 是 谢谢两位带来的分析 规范快递配送流程的择语罚 这是尺度 重视消费者权益的同时 也保障快递员的合法权益 这是温度 只有尺度和温度相结合 综合考虑多方的利益 才能够真正的促进快递业的持久健康发展